众所周知 38岁的美国脸书 原Facebook现在的Mita 创始人扎克伯格 Zuckerberg是一位铁杆拳迷 他不仅多次现场观看格斗比赛 而且自己也进行格斗训练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他于近期在加州举行的 巴西柔树比赛两个组别比赛中 获金牌和银牌 扎克伯格于2022年9月 开始训练MMA 他对这项运动的热情与日俱增 去年扎克伯格发布了 自己的训练视频 他与自己的陪练 华裔职业MMA拳手 影子吴仲凯一起训练 这让粉丝们大吃一惊 在去年10月 严小南击败登恩的UFC比赛中 扎克伯格还带着 华裔妻子包场观看了比赛 本次比赛作为一名白带选手 扎克伯格代表游击队柔树参加了比赛 获得了NOG金牌和GI的银牌 虽然练习时间很短 但获得了奖牌令人刮目相看 比赛获胜后的扎克伯格 在Instagram上给他11 30万粉丝分享了 他最近参加柔树比赛的几张 获胜的照片 并表示 我第一次参加柔树比赛 并为游击队柔树队赢得了奖牌 当扎克伯格获胜后 很多MMA大牌明星 向他表示祝贺 其中有UFC中量级冠军黑龙阿迪萨亚 UFC营量级冠军金腰带布兰登莫雷诺 以及UFC明星大帝亚历山大沃尔卡诺夫斯基 对这位亿万富翁大家赞扬 本次比赛 扎克伯格正式穿的沃尔卡诺夫斯基赠送的MMA短裤 沃尔卡诺夫斯基写道 传奇 喜欢短裤的朋友 扎克伯格回复写道 当世界上最强的拳手给你短裤时 你就得穿上他 还有粉丝调侃道 有人给白大拿打电话吗 让我们给这家伙一份比赛合同 著名评论员乔罗根说 扎克伯格在巴西柔术比赛中 获得了一枚金牌 他简直是个野人 他一直在训练柔术 这就是他所做的 他隐藏着自己 用了一个化名参加比赛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在诠释 线面前被一个超级书呆子脚晕了 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觉得他这么做太神奇了 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只是抓住了机会 努力做好这件事 去参加比赛 我们都应该为此庆祝 太神奇了 扎克伯格的柔术教练卡玛里洛 曾经培养过几位UFC冠军 但他却说扎克伯格 是自己带过最好的学生 他表示 扎克伯格太棒了 众所周知 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 很多人有自己的事业 他们很成功 他们很少涉足 特别是像柔术和MM 这样的运动 他们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我认为他很好的平衡了 他的事业和爱好 他很优秀 他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 扎克伯格对格斗的热情 当然有助于这项运动的发展